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乖武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国君搞什么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 副总统警卫市主任谢敬华上校 晋升少将案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副总统赖清德万里警卫市主任 谢敬华上校 因测3000公尺跑步不及格 遭军中内部爆料 国安高层命令 谢敬华必须通过体测才能晋升 特勤中心特别在上周四 24日为他安排体能测验 在降级督策官现场监督下 谢敬华选择以5公里见走 项目替代3000公尺跑步 在43分30秒及格时间内通过测验 以下就针对这个相关事件 提出我的看法 至于谢太太的部分 我这边就不再多做说明 仅跟大家讨论谢敬华上校的部分 第一替代方案也能升将军 国军的三项基本体能测验 真的是很基本 身为军人 真的没有不合格的理由 又没有叫你100分 只是合格而已 有那么难吗 还记得几年前 为了追求单位体能测验合格率 我也曾经试图请一些体能状况稍差的人员 去参加替代项目的测验 没有想到他们回我一句 替代项目是专门设计给3000公尺跑步 不合格人员测验用的 我们经过训练就可以合格 我们不屑使用替代项目 一群士兵都有这样的气概了 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反倒是你这个上校 巴不得一定要使用替代方案 真的是连兵都不如啊 也让我们国人感到十分汗颜 第二 国安局长邱国正也非常关心这件事 也强力要求 一定要达到体能合格测验标准 才可以晋升 对于局长的这个做法 我是相当认同的 我也曾经担任过邱国正长官的部署 大概快两年的时间 这个正45期装甲兵的长官 我想陆军同仁应该是印象深刻 至今言明的他 想必对特勤中心的体能要求 应该也是相当严格 但却发声了谢敬华上校 由降级督策官现场监督下 完成了5公里舰走测验 并取得了合格成绩 请问现场有具备体干班师资测验官 实施检测验吗 请问有在国军体能检测站实施测验吗 你是降级的长官 就代表在你的督策下 就是一个合格标准的测验吗 这种草率轻忽的做法 难怪会造成外界一片画蓝 第三 上校服役最大年限是28年 再加上研议两年 最多是30年 竟然有一个上校可以服役到第31年 原来是国安局以专案方式替谢敬华上校办理研议 明明就有研议的实施计划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帮一个上校违反计划 特别以专案方式为他解套 虽然我对邱国正长官是非常敬仰 非常尊敬的 但针对于国安局这个专案研议的做法 我是相当不认同的 那么如果是上位 少校 中校 也一直办理专案研议的话 大家都可以升将军了 不是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个专案研议的做法 我只知道计划都是屁 只要跟对人什么都可以改变 第四 我知道你很优秀 外语能力佳 武术高端 曾奉派到美国黑水公司 接受专精训练 特勤工作31年 参与了很多重大的伟安任务 甚至是指挥了总统大选的伟安工作 所以呢 那又如何 你就是3000公尺跑步不合格嘛 不是吗 更不用说你以前操守品德 或领导统预的问题了 我只能跟你说 比你优秀 能取代你的上校太多了 而且他们都是3000公尺跑步合格的人 经过了这个事件之后 我想全台湾的人都会记得你一辈子 一提到你的名字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那个体能不合格升将军的人 以上是我针对谢进华上校 晋升少将案的想法及建议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务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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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